第二个这边 它是不是用棉来去做 好 一样滑鼠右键点它 滑鼠右键点它 受雇人员报酬 然后新增快速量值 然后请选到相互关联系数 再来收入Clean Title 请选到统计日期 统计日期 刚刚忘记做给你看 就是你选到棉跟不选到棉 其实是一样的 然后受雇人员报酬的总和 与什么 与这边有一个叫做 三六医疗保健 就是这一年的 受雇人员报酬的总和 与医疗保健的总和 它之间话出来的关系是什么 确定 好 然后前面这个棉 全部都删掉 然后请把这个地方改一个二 因为这会跟刚刚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名称会一样 但是内容已经不一样了 打勾 然后就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的相关系数 关掉 请勾选它 0.88 你知道主要差别在什么地方 它的前面 差异太大了 就是这几个县市 台南 台中 高雄 这几个县市 差异太大 因为 等一下我要去验证 我还是要去看县市别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关系是全部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说 假设我今天我去看宜兰县 它是不是就稍微低了一点 然后再来看花莲县 又低了一点 南投县 稍微高一点 屏东县 因为你最后你还是在比较这些 那一定会找到可能是没有关系的县市 你看桃园市还变0.98 高雄 好 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比较不好找 可是 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个例子就好找了 举例来说 这个相关系数 看全国 这边是0.88 那我就去看 看什么 台中 台南 高雄县 这三个县 好 我先关掉 这三个县这样不准 这三个县资料有少 对不对 从100年之后 这边就不对了 有听得懂我意思吗 就是高雄县 还是为止0.88 然后高雄 高雄县 因为台中县 台中县 0.83 台南县 反而更高一点 好 剩下我可能就要请你们 自己来去看 首先请你们先把 这两个相关系数算出来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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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